玉女症妇女会成立70周年 不只是在今年有办理真情传爱 点亮幸福嘉年华会的系列活动 更是在每年都会跟县府合作 办理长青学子快乐够 服务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上千位的长者和妇女 学习相关的内容 杨淑琳表示 妇女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也是现代国家进步表征之一 妇女会的发展是持续为玉女这片人间净土来生根 为玉女后代子孙留下美好的未来 玉女症妇女会成立70周年 不只是在今年有办理真情传爱 点亮幸福嘉年华会的系列活动 更是在每年都跟县政府合作办理 重新学子快乐够 服务至今有超过千位长者以及妇女 而杨淑琳表示 妇女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也是现代国家进步的表征之一 妇女会的发展是持续为玉女这片人间净土生根 也为玉女后代子孙留下美好的未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妇女会这个是70几年来 也协助了政府 也协助了地方 也协助了让这些老 一些妇女姐妹的成长 这次我们刚好在今年五月份 遇生妇女会有一个 一个关怀基点 这是该我们做的 杨树林也说明年也会持续的照顾 妇女身心的健康 来推动妇女的休闲气息 也提供妇女学习成长管道的全方位关怀平台 而开办至今备受妇女以及民众青睐 妇女朋友呼朋引伴热烈参与 所提供的服务也备受好评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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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